顺之二十三岁就驾崩了 并且只宠爱董厄妃 那她十四个孩子 都是谁生的 大家好 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古人常说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因此对于香火传承看得十分重要 作为有皇位要继承的天皇贵咒 对于子孙后代的数量要求 那更是多多益善 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顺之帝的一生十分短暂 只有二十三年 他留给后世最多的谈资 并不是他做出的政绩 而是他与宠妃董厄氏 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幼年继位刚刚独断 顺之帝福林的父亲皇太极 去世之前并未立处 这直接导致了 他膝下成年的长子豪格 和手握重拳的弟弟多尔滚 为了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为了让手中的权力变得名正言顺 多尔滚另辟蹊径 将年近六岁的福林 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皇帝年幼不能清政 多尔滚顺势成为摄政王 打着辅佐右主的旗号 一手遮天 而久居 深宫的顺治地空有一个皇帝的名头 不仅要在正式上 对多尔滚言听计从 就连娶妻 都是经过多尔滚的挑选 为他安排了科尔庆草原亲王之女 博尔济吉特侍做皇后 常年在多尔滚的威视下 成长起来的顺治地 年纪轻轻 便对政治有着敏锐的判断力 在多尔滚病逝后 他以雷霆手段轻症 产出了多尔滚的亲信与党 稳定了朝局 将皇权集中到自己手中后 顺治地开始整顿励志 派遇使巡查各地 承治贪官污吏 鼓励肯荒 还出台了多项政策缓解汉 满两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在他执政的这几年中 作为皇帝 他做到了尽职尽责 一见美人物终身 顺治地作为一个丈夫 却并没有对妻子 有太多的爱意 他的第一任皇后 是多尔滚为他挑选的 直到他亲政后 两人才成亲 但两人并非恩爱夫妻 顺治地甚至对这个结发妻子 有些厌恶 透过他总是能看到 自己被多尔滚压制的 毫无尊严的日子 于是 在他惩处完多尔滚的余党后 便将皇后降位为敬妃 孝庄太后 又为他聘了科尔清贝勒之女 博尔纪吉特使为新后 但顺治地 对于这位新皇后 也并不满意 他希望自己 能遇到一个 与他灵魂契合的女子 在经历过几轮的选秀后 终于在顺治十三年 他遇到了一个令他清新的女子 董厄氏 皇帝选妃 最重品貌家世 董厄氏出身满洲正白旗 他的父亲在江南一带任职 自幼受到江南汉族文化熏陶的董厄氏 气质温婉 又善解人意 初见时 顺治皇帝 就被他贤尽的气质 深深的吸引 董厄氏才学出众 是后宫中唯一能与皇帝谈论今世的妃嫔 顺治帝将他引为知己 深觉董厄氏就如一炉火焰 融化了他内心深处多年的寒冰 而董厄氏 能在美人众多的后宫中 脱颖而出 不仅仅是因为 他才华出众 容貌秀丽 还因为 他温柔贤 进食大体 在顺治帝身边 他一直都是一个贤内住的角色 在后宫中 他进退有度 会在顺治帝做出出格的决定时 及时规劝他 董厄氏入宫后不久 便被册封为贤妃 仅仅过了一个月 被加封为皇贵妃 顺治帝不仅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册封仪式 还因他大赦天下 能获得如此殊荣 足见顺治帝对他的喜爱 入宫一年后 受尽恩宠的董厄妃 生下了四皇子 对于这个爱情的结晶 顺治帝非常喜爱 颁布诏令称他为皇帝第一子 并下令大赦天下 或许是四皇子福伯 出生不足百日便夭折了 这个噩耗让董厄妃深受打击 一病不起 缠绵病态两年多后去世 接连失去爱子与爱妃 让顺治帝的内心悲痛不已 他下令将董厄妃以皇后之礼下葬 并将其追封为孝宪皇后 董厄妃离世后 顺治帝心灰意冷 萌生了出家的念头 虽经过一位禅师的规劝 虽然打消了念头 可他再也提不起精神 只消沉度日 董厄妃去世半年后 二十三岁的顺治帝染上了天花 久治不育后去世 与董厄妃合葬 寿数不长 雀子四众多 顺治帝在幼年时 经历过新帝极位的腥风血雨 所以他不愿意自己的后代 陷入夺嫡之争 因而早早便选定皇位继承人 并立下一诏 为儿子铺平了走向帝位的路 因此 康熙皇帝即位之路 才能走得顺畅 作为皇帝 顺治身上不仅背负着天下苍生 还承担着皇室传承的重担 为了国座永延 他必须让自己子嗣繁茂 所以 尽管顺治帝心中有白月光董厄妃 却并不影响他广纳后宫开枝散叶 在与第一位皇后大婚后 顺治帝便开始选秀充实后宫 前后供纳妃嫔三十二位 后宫之中 最讲究治理董分寸 即便圣宠如董厄妃 也要时常奉劝皇帝与陆君瞻 所以 在顺治帝的后宫嫔妃中 自然有不少人怀孕生子 据记载 顺治帝一共有十四个子女 可其中能安然成长到成年的 却在少数 这在医疗条件并不发达的古代 算是常态 树妃八氏 为顺治帝生下皇长子 皇三女和皇五女 是他众多妃嫔中 淡下子四最多的 然而这几个孩子 连同木克图氏生下八皇子 唐氏生六皇子 乌雅氏和克里纳喇氏 分别淡下的皇四女和皇六女 都早邀了 陈氏为他生了一子一女 皇长女和五皇子 皇长女两岁早妖 五皇子成年后 被封为公亲王 树妃董厄氏生的二皇子 在新帝即位后 被封为玉亲王 纽护鲁氏生下七皇子 后被封为纯净亲王 杨氏生的皇二女 被封为和硕公雀公主 也是顺治帝唯一 活到成年的女儿 长大后 被许佩戟敖拜的侄子 顺治帝的三皇子 既然大统称为康熙皇帝 她的生母是童家氏 后追封为孝康章皇后 过世后与顺治帝合葬 顺治皇帝只活了二十三年 这短暂的一生中 一共有十四个孩子 可这些孩子的生母 出身并不高 两位皇后皆无所出 高位嫔妃中 只有董厄妃 诞下四皇子 都说母嫔子贵 可子嫔母贵 也同样适用 或许在顺治帝心中 董厄妃所生的孩子 才是她心中 真正的太子人选 好了 本期节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